大家好,下面也是YGB981D纤维油脂快速抽取器 本次实验使用标准GBT6504 方法A,萃取法 首先,打开仪器电源开关 按设定键 设定实验参数 向右键,移位 向上键,调整参数 设定合适的温度 时间 设定好后,按设定键 返回 按加热键 开始加热 称取蒸发敏原始质量 记录其质量 放置在加热环上 放上环圈 取样 根据标准 称取四份一定质量的试样 其中,两份测定含油率 两份测定含水率 装样 将试样 装入提油桶中 待温度稳定后 滴入10毫升溶剂 盖上密封盖 按工作键 计时 开始萃取油脂 溶剂以缓慢的速度 留下下面的蒸发敏 当无溶液流出后 取下密封盖 放入压杆 转动转臂 使溶液缓慢流出 直至挤干 取下压杆 盖上密封盖 直到蒸发敏内的溶液 完全蒸发后 撑取其质量 并记录 再次抽取10毫升溶液 滴入提油桶中 盖上密封盖 重复上述步骤 直至蒸发敏 质量达到很重 根据所知的含水率 以及标准 计算含油率 测得实验结果 这就是我们大人仿仪的 981D油脂萃取实验 410毫 заключ 决定 根据